大家好 我是劉鑼魚之塞 Peter GAME ON 你想要吃什麼 好 上一次我們做了一道西班牙經典的甜點 3Hars 深受大家好評 今天劉鑼師我是在教大家做一道 非常經典的西班牙國民小吃 Churros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吉拿棒 很多人對吉拿棒的概念大概是看電影的時候會吃 但電影院的那種吉拿棒真的是有夠難吃的 今天劉鑼師我是教大家在家裡如何製作簡單美味的吉拿棒吧 材料部分呢 我們有需要 雞蛋 麵粉 鹽 糖 奶油 水 這是基本麵糊的部分 而且基本上要做吉拿棒呢 它必須要先燙麵 所以我們先把我們的水加到裡面去 奶油 加進去 鹽 加進去 還有糖 把這些全部東西加進去之後呢 好 開火 基本上呢 吉拿棒在西班牙當地被稱為是 西班牙油條 其實它吃起來口感 不用試試覺得真的蠻像台灣的油條 只是口感還是不太一樣 那大家知道嗎 西班牙他們在吃吉拿棒的時候 他們會沾肉桂糖粉 然後也會沾巧克力醬 甚至一些很傳統Local的 歐吉桑 歐巴桑 他們也會直接用來沾 拿起 就像台灣吃油條配豆漿的概念一樣 為什麼它一定要用燙麵 燙麵的話 吃起來油條才會 外酥內Q 如何讓你的吉拿棒吃起來是外酥內嫩呢 基本上有一個小訣竅 你在麵粉的部分呢 可以使用一半的低筋 再加一半的高筋麵粉 好 我們煮滾之後呢 接著可以上我們的麵粉 這過程當中火好像都不用太大 是 接著把它攪拌均勻 只要把麵粉加進去 然後攪拌均勻 讓它沒有呈現顆粒的麵粉狀 基本上就可以了 然後差不多就可以先關火 然後把麵粉攪拌均勻 好 大概沒有麵粉顆粒的時候呢 其實這樣就可以了 那接著呢 當麵粉都沒有顆粒的時候呢 稍微把它拌開 然後放涼 一定要放涼喔 因為待會兒我們要下我們的蛋液 如果不放涼下去 蛋可能就熟掉了 好 讓它靜置一下吧 接著呢 為了讓我們蛋液在攪拌的時候呢 能夠更加均勻 建議先把蛋稍微把它打勻 這個可以趁這個機會呢 我們來起油鍋 好 等蛋液攪拌均勻之後呢 我們就分批加入我們的麵糊裡面 一定要分批喔 因為這樣才可以攪拌得比較均勻 我們下第一次 然後用鍋拉棒把它拌勻 為了它拌勻可以用擠壓的方式 接著下第二次 麵糊攪拌均勻之後呢 就會成形像這個樣子 接著我們把它裝到我們的擠壓袋裡面 如果家裡沒有擠壓袋的話 你可以直接用一個塑膠袋 然後把尾巴剪掉 然後就可以當擠壓袋使用了 在下面糊的時候呢 你也可以用剪刀或是用刀子 或者是你也可以直接先在烤盤紙上 先去剪出你要的長度之後 再下油鍋 會看起來比較完整 甚至會比較直 那如果假設家裡沒有烤盤紙 沒關係 你就直接像流氓 直接擠到油裡面 好 好 接著我們可以開始下我們的擠壓棒 你這感覺很棒耶 然後在炸擠壓棒的時候 要注意隨時要隨時翻面喔 火的部分要注意不要太強 不然到時候你會產生就是 外面已經焦了 但裡面還沒有熟的現象 好 等炸了差不多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起鍋囉 可以準備一個廚房紙巾 來進行吸油的動作喔 好 那我們接下來已經炸好了之後呢 接下來流氓師有教大家 如何製作簡單的巧克力醬 那當然你可以準備巧克力醬 你也可以準備簡單的肉塊糖粉 那巧克力醬呢 基本上外面都買得到這種巧克力塊 直接把它丟進去 要融化巧克力 我們建議是隔水加熱 接著呢 加一點牛奶 牛奶部分適量就好 因為牛奶我們可以用來調整我們的稠度 當然如果你要製作巧克力醬啊 比較專業一點的 你可以用巧克力豆 然後再加鮮奶油 味道會比較好 那我們流氓師有教大家 是如何再加簡單製作巧克力醬 所以你只要去買 外面都買得到的巧克力 然後牛奶就可以來製作了 基本上只要你攪拌 沒有看到巧克力顆粒 其實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巧克力融化之後呢 其實調整它的稠度就可以了 好 美味的churros就完成了 好了 美味的churros就完成了 那在西班牙當地呢 他們吃churros呢 會搭配肉桂糖粉 或者是巧克力醬 兩種 那或者是剛剛流氓所說的分享 你可以直接拿來沾 熱拿鐵 味道也是非常棒哦 那既然是吃西班牙傳統美食 那我們就要來配西班牙的傳統在地酒 一種地酒配地食的概念啊 那身為一個雪莉酒控 當然不外乎 就是要來一款雪莉酒 西班牙活寶酒 那我們今天喝的這一款呢 是來自西班牙雪莉區 他們當地非常大的酒廠 Faspino 他們酒莊所做的cream sherry 如果不知道什麼是cream sherry的朋友呢 可以去看我們之前的影片哦 那cream sherry算是雪莉酒類型裡面 半甜形的風味 用來搭配巧克力 或者是搭配肉桂 都會非常非常的棒 哇 這種甘甜的味道 舒服 來 我們現在試試看chirrox 搭配肉桂糖粉吧 外酥內嫩 搭配起肉桂糖粉 不相得益丈 接著呢 我們來試試看我們的巧克力醬 相當的濃郁 濃醇的巧克力 配上外酥內嫩的吉拿棒 真的是 好吃到 無法制法 哇 因為我們的cream sherry 兩個搭配起來 真的是 毫無違和感 不僅將cream sherry的甜度 跟辛香味道引發出來之外呢 同時也可以把巧克力的烘烤氣味 也一併引發出來 是一個非常完美的搭配 關於這款雪莉酒 Peter 你給幾顆心 就以香氣來講 他表現出 濃郁的蜜劍 黑糖 黑里子 這種醃漬水果的味道 但同時又具有 應該要的那種 橡木桶烘烤的氣味 所以在香氣上表現是 非常非常到位的 因此我在香氣上 我給 4顆心 至於口感的部分呢 cream sherry 這一款來講 他甜而不膩 甜中帶鹹 鹹中帶酸 在你口中喝起來 其實是非常平衡 所以在口感上 我個人也給 4分 至於尾韻的部分呢 他會帶有一些 淡淡的烘烤氣味 焦糖 鹽梅子的味道 還有淡雅的那種酸度 跟甜度 讓你覺得喝完之後 不會讓你感到膩口 可以起到非常舒服的一個作用 尾韻呢 給3顆半 所以總理評分 個人給4顆心 那我是劉洋壽司 如果對我們的影片 有任何問題 記得在底下留言 讓我知道喔 也別忘了按讚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還有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還有記得追蹤 劉洋壽司的IG 跟Facebook喔 那我是劉洋壽司 我們下次再一起喝兩杯吧 掰掰 掰掰 為什麼我要放換人 因為他剛剛已經 陣亡了 我們可以回放看VCR 這邊可以看一下 斷 斷 為什麼斷 喂 六個斷 什麼東西啊 摸 有 有 有